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郝伟你好 我相信这段绯闻是被炒作出来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采放你 对不起 我们现在不方便回答问题 他不方便你方便 你打算继续做他的归宝不听他话吗 这位媒体朋友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您着急了这么多媒体 声称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 我大胆猜测一下 是否像之前网上猜测的和Tina有关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 把门去了 是你不回答 问题我也没问你 这不皇上贵极太明了 小雷 你想清楚啊 咱们单元放在一边不准以前 是的 今天请大家来 我就想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在乎的人是Tina 唐伟先生 你可不可以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你确定Tina会出现吗 我确定 Tina 春暖花开 我在等你 我在等你 让我来总结一下你们的关系 最开始相识的时候你处于优势 旁美依赖你 需要你 可后来旁美火了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你 因为你爱她 所以你害怕失去她 你害怕这种感觉 我甚至跟她说过 我是一个偶像 我永远不可能在公共场合牵着你的手 甚至我们遇见了 我们她要装作不认识 她依然笑着看着我 跟我说好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直到这次爆发 这手轮一出来 她都不听我解释 怎么都联系不上她 连住着对方想过来 据我所知 旁美初入内奸会所 确实是和朋友去谈生意 她想在你面前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她想把自己的副业推成正轨 然后退出娱乐圈 你说什么